歡迎收看沖港台 今天的內容是希望發放一些正能量給大家 一些心靈雞湯給大家 其實香港人的情況越看越心傷 我作為一個居住在海外的香港人 可以怎樣做 唯有不斷做一些事情 引大家開心 給大家一點正能量 知道大家在家裡都很悶 想一想 那天我發生了一件事 那件事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亦都是一個心靈雞湯 大家聽起來可能會有一點甜味 希望在這個逆境之中 都帶來一點點歡樂 和一個很舒暢的心靈 這件事跟音樂有關 胡偉聰你說音樂 是呀是呀 如果大家一反感的話 就馬上離開 如果不反感的話就繼續聽 好老實說 我不是一個音樂人 找一個講音樂 比如找張學友蘇永康講好過 但如果作為一個朋友 跟你分享 我喜歡聽什麼 我喜歡聽什麼 這樣又不一樣 但當然所謂音樂的 不是說許冠傑 蔡楓華 關正傑 鄭少秋那些 不是說Mirror 或者星夢那些 而是說一些配樂 配樂 我不知道為什麼 至少喜歡聽一些配樂 比如看劇集也好 電影也好 我特別留意一些配樂 甚至乎一些MMO 何謂MMO 先講配樂 配樂最明顯的 譬如詹士邦片 每一套詹士邦片裡 都總會有一些 所謂的氣氛音樂 入到家屋 很恐怖 一些恐怖音樂 或者很淒慘 一些淒慘的音樂 而這些音樂 有時都會加上一些 詹士邦音樂的音樂 就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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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但當然 整套片 有二十多首配樂 不能夠首首都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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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歡離合 淒慘恐怖都加上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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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不可以這樣 總會有一些配樂 跟這首詹士邦音樂是沒有關係的 但也令我學到一件事 這叫做Soundtrack配樂 所以當我有我的節目 《衝遊泰國》的時候 我把這套放進去 自問不是一個音樂人 這也不是一個劇集 就不需要有太多一些 很獨特的音樂 反而我也是鍾情於 將我歌手主題曲作 《天啊媽姑媽見馬嫂》 歌手音樂 那首歌變成了不同版本 其實這句內容之前 我分享過好幾次 變成一個淒慘的版本 開心的版本 Hip-Hop的版本 恐怖的版本 《農曆新年的版本》 《陽光抱著》的版本 總之有很多很多版本 我有想過 有些朋友很想聽 我可否又升級一個層次 如果做我另一種會員 就可以免費下載呢 但又怕別人說我掠錢 亦都怕別人覺得 其實這些浪費 哪有人聽的 你升級了 只要兩個人去買 所以搞一搞一搞 我都按兵不動 雖然老實說 那些東西不是免費 我不是一個音樂家 不是說拿著鋼琴 然後可以自己自作自受 做到 我都要請我音樂人 給我弄全部都是錢 然後放上去 放上去被人下載 還是怎樣呢 Anyway 這個都不是今次要說的一件事 而另一件事 就是說 剛才說的配樂 還有所謂的MMO MMO是什麼 MMO 所謂的Music Minus One 譬如一首歌 譬如每天我們多一聲 這樣才算 那麼他有 張學友唱的時候 就跟著叫做MMO MMO是沒有了一條街 track 不同卡拉OK 卡拉OK有人唱的時候 這個街套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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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设计了很多MMO、配乐 有时都挺好听、挺有趣的 午夜梦回忆听都可以的 但都不是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都是跟配乐有关的 正如我刚才所讲 至少喜欢听一些剧集或电影的配乐 我很小时候现在是丽的电视的粉丝 因为那时候跟公公婆婆住的时候 他们只是安装了丽的电视 就未有TVB、未有得看无线的 经常看《丽的》的剧集 《丽的》有不少的剧集当年都是来自日本的 这些是日本的剧集 这些日本剧集当然会配音 配音当然会加一些配乐 有些配乐我相信那时候的年代 未必有很完善的配乐系统 买到剧回来有十条 track给你选择 有些可能要靠配音组 或者幕后的人找一些配乐用 于是有一首音乐又小 很小时已经听了 听日剧那首音乐是这样的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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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这一集叫《甜甜24味》张国荣做的 里面有很多艺术 包括关之林很漂亮的关之林 还有一个叫蔡震邨的艺人 去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失明的美女 但最后就开眼了 他一个叫水牛的人物 类似蔡震邨的肥仔 大家顺顺的爱 而剧中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再出现这首音乐 我看得不好 这首音乐不断在我脑海里面 几十年 我记得我刚刚进去阿士做工的时候 曾经拜会过佩乐组的主观 邓少林先生都亲自问过他 他哒过给他听 一哒他就知道 他就在唱片房找 就是这一首 他影印了封面给我 但我现在完全没有印象那首歌 什么名字 直到几日前才知道 那时候完全没有印象 然后拿着我一张影印纸 我去新兴唱片公司 在彌敦道的新兴唱片公司 都很大间 找不到 后期找不到 算了 但这首音乐 一直这么多年以来 都在我脑海里面出现 都不断想起这首音乐 那天在电脑之前 突然之间 我又想起这件事 会不会这么巧 找到甜甜二十四尾那部剧里面 这个片段 蔡振邨和关芝林 一些纯纯的爱的片段出来 就听到这首音乐 果然找到 大家可以上去找一下 甜甜二十四尾 蔡振邨 关芝林 那些蔡振邨 已经离开了 已经时间很久了 最终一次见他 大概十年前 我在黄金商场 见他在那里卖 应该是老板 买一些电脑的东西 找到之后 已经见到这首音乐 好了 这首音乐 明明是日本音乐 因为我记得那时 邓少林给我 那支碟是日文 我想问谁 我就 在Facebook之上 有很多朋友 其中一个日本朋友 是占士帮粉丝 应该有些年纪 他是一个很忠实的占士帮粉丝 存了很多东西 我想问他就没错了 他一定会知道 立刻发送给他 他发送完之后 他立刻回答我 依常旅程 接着给一条银子 一上去 就是这首音乐 原来这首《知床旅程》 是代表到北海道的 兼且是六十年代的作品 不好意思 勾了一点 但音乐音乐没有时间关系 六十年代音乐的歌 都应该好听 这首歌 原来是很出名的 兼且当年连邓丽君 三口八卫都唱过 我一找之下 就找到很多很多版本 除了有人唱的版本 有音乐版本 有伴奏版本 MMO版本 也有吉他版本 口琴版本 笛版本 跳舞版本 甚至乎 也有台湾人士 再加了闻蓝画 下面闻蓝画的版本 也有很多有趣的版本 有些是很好听的 就是配合的 是很好听的 不得了 自从我找了之后 每晚都听一听 除了回忆 童年的回忆之外 那首音乐 我自问可以带给大家 正能量 使敌心灵 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如果大家 现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大家 都不要太过担憤 不要太过烦恼 听一首好的音乐 于是这首歌 这首音乐 我都非常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上网搜紫床旅程 里面有很多版本 你不需要听人唱的 你选一些音乐版本 包括你感觉到 感觉很好 是一个很宁静 很和谐 很舒适 很舒畅的世界 好到不得了 希望这些音乐 可以帮大家 消除这个苦菌 希望 其实如果大家 都喜欢我 发一封讲我 音乐的故事 未来我都会继续 当然 也要看这条片子收视 原来 在最后也是 算了吧 Anyway 这是誠意推介 好希望将这首歌 广传给大家 希望大家 喜欢这首《知床旅程》 谢谢大家 多谢